傳聞已經消失 將近兩個星期的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 終於出現在俄羅斯官媒最新公布的畫面當中 總統普丁主持會議 所有官員震驚為座 但就只有肖伊古的畫面突然一陣搖晃閃爍 加上他從頭到尾都沒出聲 讓外界質疑影片的真實性 BBC報導 烏克蘭內政部長顧問在臉書上PO文指出 在普丁斥責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失敗之後 肖伊古心臟病發 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也因此消失將近13天 不過克里姆林宮否認生病的說法 表示肖伊古只是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也有消息指出 俄軍在烏克蘭損失將近16000人 肖伊古難辭其咎 可能是被消失 就連責倫斯基也表示 聽說了肖伊古失蹤消息 除了俄國防長行蹤 讓他關切 外傳親俄的匈牙利 最近也被責倫斯基直接點名 對歐盟領袖發表的視訊演說中 澤倫斯基引述二戰歷史直接向匈牙利總理奧爾班喊話 不但質疑奧爾班立場親俄 還要求他選邊站 奧爾班一直被認為是普丁在歐盟裡最堅定的盟友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他並沒有譴責普丁 也到最後才加入歐盟的制裁行列 奧爾班在25號發表聲明回應 再次重申 匈牙利拒絕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也拒絕禁止俄羅斯能源進口 奧爾班的發言人解釋 禁止俄羅斯能源進口 等於關閉匈牙利的石油和天然氣來源 這麼做並不符合國家利益 而且匈牙利不想捲入戰士之中 記者劉嘉宇報導 你要輕鬆擁有五星級的享受呢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它可以拌麵拌飯 然後呢 屬於你燙青菜加一條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條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 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購買